好我們現在這個來示範一下怎麼樣煎的 那我們今天呢先遊著跟這位好朋友 就是Peter西南大主廚來為大家示範一下 這個沙...沙朗的牌 就是我們上次在Costco 買的那一塊 然後他這一次呢是用這個鑄鐵鍋 然後呢再搭配這個白片金剛餐廳 這一把鏟子就是不只是露營可以用 在家裡也是非常的好用 好吧來吧那我們就請Peter主廚來為我們示範一下 快進牛排了 我們現在的聲音 接下來我們現在裡面要煎多久 我們先煎個大概...一大兩分鐘 我們先看他煎的程度怎麼樣 再來會再做翻面 那現在要什麼? 用盪子的對吧 這塊沒有修到應該會很容易 那我講說有一點牛 我覺得這樣的味道會比較夠一點 我喜歡那個...牛油我也會 對 我大概會煎到兩分鐘才會再翻...翻面 然後再煎其他幾面 我的做法是這樣子 然後煎完之後我會先讓他休息 然後再用烤箱再烤最後 大概烤了五分鐘我會用 我的做法是這樣子 因為我參考很多網路上 大家覺得這樣做出來的 牛肉的一個吃起來的感覺是效果 好美 我可以用烤箱烤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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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做法都不一樣 然後網路上很多種做法 所以大家都可以參考 因為我吃過浪哥廚房所煎出來的 用烤箱的一個焦灘味的牛排 那我今天來試試看看 油樹鐵鍋 先煎鍋之後 讓牛肉再休息一個十分鐘 最後我們再用烤箱最後的一個加溫 最後我們再看它的一個結果是怎麼樣 這樣我要翻面囉 來這煎鍋廚也是我第一次使用啦 我會看得出來說 好 明確 煎出來的 這變成一個 看一下這個 好脆脆的感覺齁 有焦糊的感覺 哇 真的不錯 感覺很帥 結果怎麼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像這樣的感覺 可以把那個肉的一個 肉之鎖在牛肉裡面 這是我們這次煎牛排的一個目的 這東西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齁 等一下我會煎一下齁 幫大家 可以看一下這個 對 這個 像那個牛排 還吃得到醬汁多少 所以我們就很黑白想要吃看看 對 等一下大家看一下我們的結果 所以兩面煎完這樣按摩 對 這樣來煎一下那個 牛排除了正面反面煎完之後 我們煎一下吃個麵 一樣我們把那牛肉的肉汁鮮味 鎖在我們的牛肉裡面 好 四面都要煎一下 對 四面都要煎一下 四面都要煎一下 對 四面都要煎一下 對 四面都要煎一下 四面都要煎一下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讓牛排休息一下 好了 所以現在就給它靜置一下 對不對 YES 那要靜置多久 大概10到15分鐘 大概10到15分鐘 對 那現在幹嘛咧 我們就拿個盤子來靜置一下吧 吃個吧 欸現在煎起來是這樣 喔感覺不錯喔 斷一斷的感覺 那感覺應該差不多三分熟 好 靜置一下 待會再給它靜頭一下 YES 好 我們現在控檔的時候 我們在等那個靜置時間 那我們可以利用剛剛 煎牛排剩下的牛油 炒這個 蘑菇 對 用牛油的香味來炒這個蘑菇 好 這樣的話我們就不需要 添加太多的一些香料 或者是牛油料 其實牛油的味道就非常的重 而且非常的一個 有它味道出來 牛油炒蘑菇 沒錯 不過 百變雞湯 除了就是剛剛的一個木馬以外 其實它這樣拿起來 就變成已經多殘 那也可以再吃 所以你在家裡或出去露營的時候 不用再多帶一隻 木蟬 真的 尤其是用這種複解鍋 就適合用這幾塊 剛剛這個燒了翻炒之後 其實它蘑菇會出水 其實都不用再加水或什麼的 用我們直接剛才煎牛排的牛油 這個煎出非常好味道 就是炒蘑菇的這一道的菜菜 搭配我們的一個牛排 各位可以在家裡煎牛排的時候 可以試看看 其實用駐嘴鍋 最好的好處就是 就算它沒有火 它的溫度可以保持在一定的溫度 所以您不用擔心 吃熱 對 它保持溫度的一個效果非常好 其實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其實最後可以加一點黑胡椒 或者是一些義大利香料 那就可以炒出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side dish出來 搭配我們的牛排 其實炒到大概收乾 有收一點點它縮小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它會出水 好我們現在炒差不多了 所以要調味一下 所以我看大家想要加點胡椒鹽 或是加一點一些 那我個人是用一些 玫瑰鹽 稍微調一下料就可以了 對 就一些味道就可以了 都可以 看個人喜歡 稍微再半炒一下 我們就可以上菜了 搭配我們的一個 剛才所煎的牛排 差不多過了十分鐘 我們現在會做第二個步驟就是 我們幫我們的剛才精緻過的牛排 再去進烤箱再烤一下 讓它更增添它的風味 對 現在我們繼續使用我們的 百變金剛蟬 來做第二個步驟 那我就會把它包起來 OK 那我們等一下進烤箱的時間 就看我們 每個人家裡烤箱的 溫度可以大達多高 然後 你覺得你想要吃多熟 你看人家吃五分或吃一分 那你就看個人的一個選擇 那我們就進烤箱囉 因為這是家裡大家 應該大部分都可以 像烤麵包都會有的 那 對 那我個人會選擇 大概也會煎五分鐘左右 因為不喜歡吃太熟 這樣子 我們再燒待片刻 就可以 沒錯 再來看一下 對 那個牛排快好了嗎 現在就是煎大蒜 我們剛才算的那個 煎那個大蒜 然後用一些牛 我們來做一些那個 煎烤的動作 因為會有牛油的香味 大蒜這樣子還要翻面嗎 不用翻面 直接煎這樣好了 所以 大家也知道說 燈火箱本來就是熟東西 我們把它加熱就好了 那等一下就當錯 我們是 牛排旁邊的一個配菜 再加上我們剛才也能炒的 炒模糰 這個蒜要變多久 我覺得看個人啊 其實監獄有它的一個 蒜的一個 有人怕會辣嘛 也監獄有它的一個 辣度其實會減少啦 對 有些人會把它說 再拿去烤箱 一起跟牛排一起烤 就看個人想要怎麼 一個 對 做這樣的一個部分 對 有喔 差不多了 好 起鍋 對 我們快起鍋了 好了 我們就要起鍋牛排 來看一下 這樣的牛肉怎麼樣 看起來 好像不錯喔 對 我會習慣說拿出來 我們在這個砧板上面 我們再切 好 來 會不會燙 有一點 真的很燙 對對對 好像是非常的那個 來 怎麼有點燙很燙 對 切一下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先從東西切嗎 你看你想要怎麼切 怎麼切 你想要從頭切 從尾切 看你右腳 左腳都可以 對 刀子裡面就能 對對對 看一下我們側面 唉唷 這斷面可以喔 可以吧 不會輸給浪哥牛排的一個 炙燒的口味吧 有喔 可以切 有沒有看到 這個刀子非常好切 這不是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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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得非常好 你看流出來都是油 不是血水 喔 表示它的肉汁都鎖在牛肉裡面 有喔 有喔 所以這個精緻的動作很重要 你看 要讓牛肉休息一下 真的 這也是我從歷史上看到的 這也是我從歷史上看到的 好啦 今天晚上 深夜廚房的任務達成 這個 真的超好趣的 但是 很崇祭 這就是 不可以 有 準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